造了恶恶,当然不行 造了善,不能执着 有什么?你认为善,不是真的 可能是你的忘心善 你的善,你的忘心善 有可能是什么?为善 菩萨 菩萨丁底后,对六度都散,三轮体空 一定是这样 你如果还有感觉你在形式,还有便宜 要认出那个感觉,不简单 但是,我们面对色感 不管是修甲不来也好 菩萨趁愿才来也好 色感是不是一定这样? 不例外 色感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叫做什么?法尔路使 随着色感是这样,我们的心 一直要知道 不能随便 我们的心就都会便宜了 所以也不能随心便 不是不能随境而已 也不能随心便 所以,谁能够在这种诸行无常里面 体会到不变的常 那就是真正 那就是真正 那就是真正的 那叫做满道 要知道苦疾灭道 我说清卷不能有秦子 法卷也不能有秦子 但是,你们想不这样 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离得很弯 不是这样 不是自己离 是自己不能有秦子 你听着吗? 之间不离 但是,吃地的不秦 这不秦是便 遮残影 破秦子 就是一个 有什么? 他是便宜的 他的感 你如果没法打这个秦慈 你应该我的口不掉 因为他便宜 不是亲朋这样而已 我管了 所以 不能出了家 又入了另外一家 所以有人问我 我说 如果在想象 到底是要出了免存 你要了解 重点就是破群子 这样出不出 你自己算 抉择 这医疗就不用问 自己抉择 重点就是 不可以有情子 因为它是变越的 越感 好 再来 所以我们说 极地已知已端 灭地已知已振 道地已知已修 如是 比较 断爱意 断爱意就是 抉择分 顺抉择 转去诸杰 立宪位 通达位 以慢无间等 修道位 就近苦边 无学位 这有次地 不来 三八七十里 如是网文 一时佛诸 入年月 二时 世尊告出比丘 有四胜地 哪是 苦即灭当 若比丘以苦 以知 以解 以知已解 之间 以苦地 以知已端 抉择 以灭地 以知已振 入胜位 以道地 以知已修 修道位 如是比丘 称阿罗汉 最后无学 诸漏已尽 所作已重 离诸 出众 得到 解脱力 所以 政治上解脱 政治上解脱 就是什么 智慧 智根慧 什么心 慧心 为什么 慧是心所 智是心王 所以心所心王 当然心所阿心 为什么 心所是对劫 说心所 对心 光心王 所以 减心 减心解脱 解脱心 所以 灰到地 灰心 好 再来 三八 七十四 一时佛祝 路也愿 而十四尊 高祖比丘 有四圣地 何等为事 苦极灭道 路比丘 这我就没个量了 我们隔一行 如是比丘 边际 究竟边际 离构边际 幻恨引宗 纯一清白 名为上士 究竟边际 可以说是什么 罗涵 离构边际 就可能 进入了意 了意就是破山 所以叫做上士 法身大事 他没有清楚 这就是破山 他说上士 好 再来 三百七十一 三百七十五页的 三百八十五经 如是我闻 一时 活在路也愿 而十四尊 高祖比丘 有四圣地 何等为事 苦极灭道 若比丘 以苦 以之以解 以之以断 以之以正 以之以修 如是比丘 无有 关键 凭治 尘获 度诛 选安 解脱 解辅 名为 玄圣 建立圣传 这也是 教这次第 就像 有圣年量的时候 有圣年量的时候 没有关键 就是 开始 开始有 低渐 因为 了解一切法 无自信 所以无有关键 再来 平治 尘获 的限量 开始 感觉 有 比较 清静 一支 叫做平治 尘获 再来 度诛 嫌浪 比量 解脱 解辅 一切限量 这是 跨得大 这376页 我说 楚经 主比 就用我 所说 欢喜 奉行 好 今天 在读 说到这 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问题 希望大家 对这苦疾灭到 越听越清真 这五个基础的 就是五庭 心关 四念著 跟见识 圣地 这三种 就是一行 五庭 心关 四念著 跟四圣地 就是一行 爱 五庭 五庭 心关 爱 心 因为 五庭 心关 是 祭 直观 的 直 四念著 是 四念 撞 四念著 是 关 四念著 是 无理 作 反思 颠倒 后来 见识圣地 第三 叫做立圣位 所以这有赤弟弟 五庭 先关 五庭 心关 先 后来 数念著 一个 寄 一个 关 念著 就是 如理 作义 更不顛倒 见识圣地 入圣位 意思就是 见识圣地 以后 行业 不再做了 可以见到 见到的人 不再做行业 这 这都有 这都有定义 这都有定义 所以 所以 见到的人 离欲了 不再 见到的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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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信的 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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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说 就 没 算 了 你 不要 说 不要 一百 只 不要 不要 有人在那裡 你就是不得了 好 我們請合掌 愿以此功德 莊園佛淨土 三報十照恩 下職上讀苦 若有見聞者 西化菩提心 敬此以報聲 唐生極樂果